留在上海就是一张最漂亮的片 只有第一品牌才有资格留在上海 回到正题就是 其实这两年真的是比较兵荒马乱 这兵荒马乱是在国外 其实国内也还好 那再加上为什么今年这样 我跟各位解释一下 2月我们沿海的工厂 是不是都放半个月左右回老家过年 2月放了半个月 3月回来之后呢 我们就处于那种 不知道今天回家会不会出的来的时候 公司呢常常就来一半 或者是来三个四个 其他就疯了 到4月5月大家都知道了 就全部都出不了门 这样半年就过了 那你假想一下 我2月下的单 我7号你的单 然后去过年 然后回来3月又这样 做一点修一点 其实还没轮到你的单了 一晃你再来找我的时候 已经是6月在问我 为什么还没好 其实这段时间我们什么都做不了 所以3 4个月 其实就等于被抽空了 所以你听起来好像很久 其实那真的是没有办法 我们现在在做1 2月的单 你看抽空了这些 那6月回来 我们这几个月赶快再补上 这是一个原因 就是不是那两个月而已 而是它前面 2月3月就已经非常非常不完整了 是一路这样上半年这样乱下来 就是被耽误到了 说到这个我其实我要讲一下 原本我很自豪的是说 全上海 上海要做制造业不容易嘛 对吧 上海只剩下一间做球杆的 我记得好像上次你们来吧 还是我在哪儿讲过 我说我真志豪 我现在就留到我剩我一个对吧 然后很多人叫我去外省呢 成本比较低啊 随便到隔壁就好啊 江西你找个地方 那厂房跟不要钱的对不对 为什么要留在上海呢 因为上海员工的吃住什么这些都好贵好贵 厂房也贵都很贵 生活成本这么高 那时候我就说 留在上海就是一张最漂亮的片 只有第一品牌才有资格留在上海 没想到我们是唯一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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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口罩世界影响最严重的一家品牌 留在上海就只有我们吧 所以说那时候大家杆子都一直在做的时候 就只有我们做不了 讲来讲居然是这个啦 这个比较严重啦 嗯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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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